嗨,大家好,我是Peggy 嗨,大家好,我是Diane 嗨,我们又好久没录Podcast了 对,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 台湾的BL创始元老 细说台服History系列 耶,这个真的是很兴奋 对,很兴奋 因为最近其实没有新的台服 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要讲一点 不一样的主题 而且因为也有蛮多听众有跟我们敲碗 想要听我们讲一些别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马上可以来做一个 不一样的讨论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次选中的题目就是 History系列 因为History系列算是 台湾辅剧的第一把交易吧 应该可以这样说对不对 应该算是创国元老 应该算是真正是走BL路线 因为毕竟以前都是卫府啊 就是在某一些BGG里面 加了一些voice love的题材 可能兄弟情或是什么的 那这个应该算是真正就是一部 比较长的剧 然后再讲男男之间的恋爱 偶像剧之类的 就是把主题完全锁定在BL身上 是 对,他算是第一个 那Dianne 你当初 入坑History系列的运 契机是什么 我那时候契机 因为其实像2016 应该是上映应该是2016 我有点忘记年代了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看完上映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为什么台湾明明是一个对于 同志这种题材 比较进步的国家 为什么没有人专门 就是没有一个team专门 出来拍BL系列 那时候我就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 就正好看到有报道在讲说 台湾即将有第一个 以BL为主题的单元 就是History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想说 那台湾人可以拍出 很高质感的剧吗 那时候就有点怀疑 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妇女 我相信都一定是从 日本的动漫来的 所以我们都一定会对BL 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就是一定要花美男 一定要很帅 然后粉红恋爱泡泡要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有点质疑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剧集 其实有点陷入一个低潮 所以我那时候是先看到 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先看到History 1的 离我远一点的官宣剧照 然后那时候我被里面的 吴许阳的外貌 就是惊为天人 所以我就决定要追这一部剧了 我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许阳那时候又高又帅 那个脸真的是贵公子 皮肤又白 对贵公子的脸 真的我能理解 然后结合她的角色设定 因为她在里面是演一个 很受欢迎的大明星 然后我觉得她有把那个气场 大明星的气场 还有大明星的那个骄纵 霸道 诠释的很好 再搭配她的外形 就完完全全的非常说服我 所以我是先离我远一点 先入坑 然后再去把招摸 还有My Hero都看完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这个 第一个BL剧 其实是拍的很不错的 我记得我 那拍给你呢 我是招摸啦 然后因为有一天 我都还记得我当初入坑的情景 真的是 就是让我入坑以后 真的趴在坑里面爬不出来 情景就是躺在床上 然后看着手机 不小心滑到KKTV 我记得那时候是 诶 Choco TV Choco TV 对 Choco TV 然后打开 然后看的时候诶着摸 然后诶好像还不错哦 可是那时候很讨厌 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加入VIP 我记得我看一集的时候 都要等广告等好几秒 我记得有这个印象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一集 以后想说我要看第二集 第三集第四集 可是都一直要等那个广告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 但是看完了那部戏以后 我欲罢 欲罢不能 因为我是整个疯狂爱上着魔 因为就是 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看过服剧 很少 我顶多就是喜欢2015年的 爱上哥们那种卫服 我真的很少 可以说没有看过什么 男男的BLG 所以这部戏真的让我惊为天人 然后我就再来就是把 My Hero啊 离我远一点都把它看完 然后就是深深爱上这一个系列 然后 所以你是着魔都演完了之后 你才重新回去看前面的两个单元 对对对 我记得是已经是最后一集了 我好像是最后一集的那一天 然后把四集一口气看完 所以我没有经历过那种要追剧的痛苦 我只有经历过要等那个广告的痛苦 对 而且那个ChocoTV那时候 好像也是主打 就是这个BL吧 我记得 他那时候也是开台新的 开台的那个一个戏吧 对 然后那时候就 惊为天人 然后就开始上网啊 然后找一些资料 然后就整个都屌了 对啊 你好像 就真的着魔了 很喜欢着魔 对 那时候 那时候有点可怕的状况是 不是只有我喜欢 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整个亚洲 对于台湾的History系列 都是整个风靡的 因为我有 都给予还蛮不错的评价 对 因为可是很可惜 因为H系列他 当初应该只是实验性质 他真的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红 所以他的宣传配套措施 跟后面的后续周边跟界面会 都无法跟上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找 所有的宣传 只有一个就是ET Today的星光云 当初只有就是着魔的CP 跟那个My Hero的CP 就赖东贤他们 有一起上那个节目 然后离远就很可惜 他没有参加到任何的宣传 所以 可是那一次的Live 我是有印象之后 我有跟着就是一起看Live 就是FB看Live 那时候很可怕 那时候的Live人数 应该有到2500到3000人 在FB那个年代 我觉得有这么多人看 真的是已经很了不起 所以那时候 中国大陆的粉丝 其实跨过来看 这个Live的人也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那时候风靡的程度是 对岸其实也很爱这部戏 然后他当初造成的风潮 还有就是当初的森俊 去到了微博做直播的时候 他的人数不会比现在的WBL 或是H4的人数少 我记得也是快要100万人数观看 就是点击率 因为当初的微博的点击率 直播还是以点击率来看 他那时候风靡的程度是很可怕的 所以很可惜 因为开张辟图 然后那时候没有配套措施 所以他没有办法延续到后面的偶像经济 那些的 但他也奠定了H2 开拍 然后有资金的一些东西 对啊 对 其实我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两个决定要 从H1开始讲 因为其实好像蛮多人是 从H3或是H4开始看 那可是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特别 我们两个是从H1就开始在追 追这个系列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也觉得 这算是一个台湾的品牌 BL的品牌 然后也算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一个牌子 然后基本上是从2017年的H1开始 往后的每一年 除了2020有休息一年以外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推出新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他们厉害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在于 他每一年都有进步 然后每一年的题材都有做一点创新 然后我觉得爱情 他们就是在试探BL世界 爱情里面的各种可能 那我觉得我必须要说 就是我真的那时候 身为离我远一点的粉丝 是真的蛮想哭的 因为他们两个几乎是没有 没有什么合体 嗯 然后而且因为当时 因为好像我记得有听他们说 就是资金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他们甚至幕后花絮 都是工作人员拿着手机在拍 那最近就是很可难 甚至不知道要拍 对 赵摩的副CP 他有跟森俊一起开一个直播 他就有讲说他当初的片酬 只有一千块 一千块台币 这是很少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当初的经费 有多拮据 然后你可以在这么拮据的经费中 拍出这么创新 然后是就是原祖开创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感谢History1 真的这些 玩的 这些表演啊 编剧跟演员们 演员们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对于 所有台湾的观众来讲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他不知道会不会受欢迎 然后对演员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毕竟当时的平权还没有发展 像现在这么好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演员会不会演了 这个会有标签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这些演员 愿意就是站出来演这些戏 然后我们觉得也让我们后面的粉丝 是更有更好的福利 因为他们往后的每一年都有做更多的进步 因为History1几乎是没有任何粉丝见面会 然后直播只有少数的一两个 那更不用说有什么媒体的一些什么采访啊 什么的 这个真的都是偏少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History1 就绝对不会有后面的系列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History1对我来讲 在我心中还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且他们当时造成旋风 我相信你刚才也记得 就是他们那时候拍卖戏服 哇高价耶 那个森菌的西装 西装好像快要好 我不知道是三万还几万 反正就是上万了 然后一套西装而已 我就觉得 因为你那时候是看着魔的嘛 那那时候我是看离我远一点 那离我远一点 最经典的那个戏服是成青的浴袍 那时候成青的浴袍也是标到上万块 就是非常疯狂的 是非常疯狂的 然后每一件衣服也都是上千 几千五六千这样在卖 所以衣服全部卖光光耶 对全部卖光光 我记得我当时还有抢标 但我抢不到 因为那一件衣服要一万多 我就是办不到 对 所以我就是参与感啦参与感 对 那也因为H1系列的这些打先锋 所以大家2017年的10月26号的时候 其实History系列ChocoTV 他就做了一个群众募资 然后就是要募资拍H2的东西 然后他其实 我那时候我觉得募资 其实在台剧很少会有 他们应该是算是第一个台剧做募资的 他当初也募到了300万的资金 其实真的很不错耶 然后有记得好像那个时候的企业 有个30万的企业相挺包 有三个人捐了30万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这个经济也是真的蛮不错的 其实当初我也有很想要做募资 也要赞助他们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有一点疑虑 所以我就没有赞助 但是他很快的就达到目标了 那也是很强 那他其中就是有一个东西 就是他会在 他有强调说如果你参加这个募资的话 在H2的片尾 他会标上赞助人的名字 然后那时候我们台湾没有什么福剧 所以有一群福女 然后就会很忠诚的是希望我们 他可以拍成 所以他也达到了这个目标 然后后面的一些 我觉得那些什么小的纪念品 也对他们来是一个回忆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如果有参加这些人 这些都是宝了吧 即使也许 也许对在别人眼中不是宝 但是他毕竟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你有参加了 我觉得如果 对如果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而且我必须老实讲 我全系列 我最常重看的其实是离我远一点 真的哦 而且他应该算是创始兄弟情 因为在别人的世界 他应该就是兄弟情的始祖 在台湾 因为他完全符合我喜欢的要件 年下功 兄弟CP 虽然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的 对 然后最萌身高 这个我真的必须讲 我超吃最萌身高这件事 对 就是他当初的剧 如果可以再篇幅长一点 我相信他们两个之间的 剧情发展应该是更吸引人的 就是很可惜 因为他当时有一个遗憾啦 因为当时就是 他们有想要在这三个单元里面 选一个单元出来拍续集 那后来好像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所以后来 因为那时候呼声最高的是 着魔跟离我远一点 那到最后就还是 可能受限于资金 所以还是就是没有排成 所以也某个部分对我们来讲 就是不管是着魔还是离我远一点 好像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对 所以那时候2020 而且因为那时候离我远一点 基本上他们两个几乎是没有合体的宣传嘛 因为 这个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不是说他们两个不想跑宣传 是因为那时候宋伯伟 就是快要当兵了 然后他拍完离我远一点 也直接进了别的剧组 所以整个宣传期 他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办法参与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就是正好他要遇到他当兵的问题 那所以到时候到了2020 他们两个因为另外一部戏最爱 合体的时候 哇靠我跟你讲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嗨翻天 我知道我有参与到你的 超开心的 开心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这种感觉就像我的着魔 最近就是森俊跟任又成 还有我们的钻石导演 一起在疫情当下的时候 因为他们可能无聊吧 一起合体直播的时候 那种兴奋感我能理解 因为他们也是五年 四年来都没有合体 四年多 对竟然在四年后合体 这次真的是天大的 就是找母本天大的感谢了 真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粉丝来讲 就是有一种久别重逢吧 就很像看到初恋情人 然后你以前的那些什么 就是回忆都又涌上心头 对回忆都会涌上来 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事情是 不管是宋博文还是吴许阳 其实他们两个 都还蛮OK 可以接受粉丝 就是希望说 他们两个还是以CP的方式 就是合体拍照啊 或是什么的 他们两个都有一些很可爱的反应 我就是觉得 就是那个鲤远 就是在我心中 就是一直有一个无可取代的地位 就跟我的着目一样 着目也在我心中 你现在再回来看 看了那么多的副剧以后 虽然再来看H1 你会觉得他有多少 一定是在这个年代看来有缺失 或是说 你觉得他很简单很简陋 可是他在当时的那个历史年代 或是那个年代 他就是一个经典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 能拍出这样的东西 真的是一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 真的是无比而崇高 即使后面有很多的片 然后可能有更好看的啦 对对对 但我觉得在我心中 他还是他还是一直被我保留 在我心中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 我也是 对 虽然我也很喜欢是非啊什么的 对 对真的 然后我觉得H系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串起了一个H宇宙 这件事情也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 很浪漫的事情 因为像他剧中的台词有一些什么 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啊 你是我的 这种台词就是会贯称在很多的系列里面 你就好像在找那个复活节的彩蛋一样 然后在每一季里面然后去寻找那些东西有符合的 那像美方这件事情 就是美方这个人他在那一天出现 他在了近距离也出现 所以他真的是 有一种感觉他会穿越时空的感觉 没有啊但他是同一个人啊 对啊是一个surprise的东西 所以H宇宙这件事情也是很浪漫的 对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他几乎每一季都会有一个经典台词 比如说是非的话就是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然后越界的话就是我知道我越界了 就他们在那个排球往前那个一吻 那我知道我越界了什么的 我觉得他们几乎每一季都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经典台词 我觉得编剧真的好厉害 因为这些台词都是出自同一个编剧的 配语编 对都是配语编 金剧制造机 金剧达人 真的 我就是有时候都会想说 他到底怎么可以想到这么多金剧啊 对啊 所以我现在都很期待 他新的作品里面有没有再有金剧 然后之后如果有机会给他签名的话 请他帮我写下金剧好了 把这些金剧写下来 我最喜欢的 我印象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深刻的事情 是有时候甚至我自己在生活中 我都还会用到就是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我觉得这句话好好用 对 因为你是我的 你要对你的另外一半才有不法讲嘛 但是那个真的太肉麻了 但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你可以跟朋友讲说 欢迎来到大人的世界 而且要呈现很拽的状况 对你很多方式 你很多场景 你都可以在生活中用到 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感谢这些金剧 我觉得这些金剧也增加了 我们对于这部戏的一些忠诚度啊 什么的 我觉得都很棒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觉得H系列 他一直在进步的原因 就是H1 他的资源缺乏 他的宣传没有那么高 在H2的时候就开始了 已经连串的 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的 所谓的BL的见面会 而且是台服 对 那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第一个是先一个H party 哈是越界跟是非一起 然后那时候是非 我记得先播 所以他那时候的见面会 是不用买票的 他应该是唯一一个见面会 不用买票的 他是你只要参加 ChocoTV的VIP 你只要一百五十几块吧 然后你只要参加 然后报名就可以参加了 对 你就是 你也可以 就是比如说 你就是买一个月的会员 就是你只要是在报名 那个当下 你是会员 你就可以参加 那一个月其实才一百五十块 对 所以其实等于变相说 等于那场见面费 说真的其实是免费的啦 因为那一百五十块 其实是平台的费用啊 就是你可以免费的 看剧的费用 他根本没有赚到什么钱 对 他根本没 其实不可能赚钱 而且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是看完试杯 我们就报名嘛 因为他是月界还没有播的时候 他就开始开放了 所以我记得我的号码超前面的耶 我好像是前五十吧 就超前面的 我好像是八十九号 我还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比你后面 但是我还是第二排 我是第二排 对我在第一排 我承认 序号进去的 对 对 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 月界播到一半的时候 粉丝就开始暴涨 然后那个场地是不是六百人 很小 其实我觉得根本挤不到六百 因为他是战略的 所以其实很挤 对对对 对 就是变成是六百人都要很挤的站在一起 可是连六百个名额都完全被抢光光 对 而且那个时候是 比如说H1 他可能他的观众群比较限定 就是台湾比较多数 可是到了H2 尤其是越界这边 开始比如说香港 日本的粉丝都开始暴增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那场见面会 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人参加而已 可能香港粉丝也飞来 然后我也因为 对 我也因为这个活动 认识好多朋友 我觉得很好玩 我记得那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第二排的时候 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还有带子 还有马来西亚人 还有穆斯林的头巾的人 然后来参加 他也完全不懂中文 可是我们就是 好像就是比较的世界是无国界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就是 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就还蛮不错的 所以那六百个名额 真的是瞬间就 突然就没了 好多外国人 还有日本人 马来西亚 香港 我记得反正菲律宾人 反正泰国人也有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哇 对 还有泰国 对 其实那时候真的觉得 我感受到了比较 我的辅剧是无国界这件事情 对啊 对 真的很有趣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自己就很早就喜欢了嘛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事情是 他们几乎所有的活动 我都有参加到 这一点真的是你蛮厉害 因为我都 对 我以前是不追星的 对 那时候是非 还有最后一集的时候 跟演员一起看结局 然后他们 而且我们是抢先看的 我们是比所有的观众 都还要抢先看 然后演员 职业现场就是 做了很多的回馈给你 比如说拍摄时遇到的一些花絮啦 然后两个人是非 两个男孩子 甚至是互换角色在演 演给你看 然后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小的活动 然后到了乐界的首映会 唯有参加 你看多疯狂 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 就想说天哪 我也太疯了吧 可是不得不说 这些都是我们甜美的回忆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的很多快乐 都是来自于H系列 真的蛮有趣的 而且我认识你 也是因为参加活动啊 然后我们也交了很多的朋友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人生中 很得到很大的东西啊 对 我们两个会认识是因为是非 对 对是非 那时候真的很疯狂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是非在我们的那个 印象中 就是他是一个同志的 婚姻家庭的题材 我比较喜欢 亲情这一方面的东西了 所以我那时候很迷是非 对啊 我那时候也很迷是非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两个可能都 对于现实生活中 我觉得是非 他很像现实生活中 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有结合时事 就是两个男孩 可以结婚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他里面有 就是江长辉饰演的爸爸 他是有女儿的 他也把那个 平权的观念传输给女儿 我觉得是对我们两个来讲 可能这是吸引我们两个的地方 对吧 我们刚好也遇到了同婚法 那时候也要通过这件事情 所以这部戏完全 对那时候在扣关了 对所以完全是有跟上时事 所以这部戏其实 造成风潮原因也是因为 在辅剧的世界里面 也不就是 很少有这种触及亲子话题的了 因为毕竟亲子话题这件事情 同志在那个年代里面 同志要抚养一个小孩 他是一个禁忌话题 也是一个很容易 争执的那种议题 对啊 而且我觉得比较妙的事情是 他还是是一个 离婚的男子 然后带着小孩 然后另外一个男子 闯进他的世界 然后看似两个不可能相爱的人 竟然最后相爱了 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觉得哇 有爱就有希望 所以我当时非常喜欢试飞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 History系列有一个里程碑啊 就是他有到了华士 在那种老三台时代 他可以上节目播出 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 蛮厉害的 但是他当中一些那种 接吻的画面是真的被剪掉了啦 那也没办法 因为毕竟老三台的年代 他互加盟之类的 真的抗议的人也蛮多的 但是他能在电视上播 已经是算是跨出很大的一步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就是全系列啊 你如果你要我选一个肉系 最好看的 我会投票给是非 因为江长会完全是用他自身的体验 这我不知道 他说的 跟他本人不熟 他本人自己曾经在直播上说 他的床戏为什么演那么好 他完全是以他自身的体验 去演出来的 对因为他在挑逗的那个气音啊 就是那个声音啊 就是啊你不拆礼物哦 那个哇靠 那真的是超打中我 然后还有求婚的桥段 他们两个不是原本在玩游戏吗 然后脸上还涂得很花 然后在玩游戏 跟着女儿 然后两个就 就就就就 江长会就突然跟张行求婚了 嗯 是一姐突然跟那个啦 非胜者求婚啊 但就是觉得 哦就是很sweet 然后又很浪漫 然后肉系又好看 所以我其实当时 他们两个的那个肉系是 即便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比如已经都有到H4了 然后每一季的那个戏都越来越大胆 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试飞 嗯 可是我不能不否认哦 我现在如果已经脱去绿 粉丝滤镜来讲的话 嗯 我觉得完整度或是 哦 我我觉得完整度 以戏剧的完整度来讲的话 乐界应该是最完整 而且演员的 可是乐界没有 没有那种 那个戏啊 我是说 肉系 肉系 但是如果以戏剧来讲 我是觉得乐界还是在 还是蛮厉害 哦对 如果是整体完整度 我也会投给乐界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 排球戏不怎么样而已 哈哈 他如果那个排球戏 可以再厉害一点 他会是景点 对 但所以他也是 全剧集里面 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戏剧有入围 金钟奖 我觉得这真的是要 鼓励耶 真的 因为那时候他能入围 我们也觉得真的非常的 了不起 他也是一个里程碑 非常开心 因为很少 会有BO剧是直接入围 迷你 迷你剧集讲 这件事情就是很 很了不起的 然后那时候还 造成很大的风潮 他们是全剧组的人 一起走星光大道 星光红毯 然后他们四个人 还有上台颁奖 对 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 然后再来就是 最近的第55届的 金钟奖 那个那一天的刘伟成 他也有入围 最佳新人奖 他在那一天的表现 也得到了很多 评审的喜欢 虽然他没有得奖 但是他也是一个里程碑 所以代表 一起去的演员 真的都还不错 因为 而且现在很多演员 有几个演员的发展 真的都还不错 都在台剧上 占了一席之地 所以其实大家 现在就是可以知道说 其实对于台湾的 演艺圈来讲 就是这个比较 已经不算是一个标签了 就是 好像是比较可以 被接受的事情 那不得不否认 就是虽然我比较 在H2系列来讲 我们两个都是 比较喜欢试飞的 可是完整度 我们还是投票给乐界 对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他们那时候 还有到香港做宣传 嗯 那个试飞的乐界 这个也是一个里程碑 因为才是少有这样的 然后真的是非常 真的非常疯狂的事情是 他们那时候在 去跟回 不管是台湾的机场 还是香港的机场 我跟你讲 那个接送机的人数 都超级无敌多 所以你就知道 那个风靡的程度 是真的蛮 蛮crazy的 对 那时候我觉得 但我觉得 感觉到 对 但是对我来讲 比较有一个遗憾 也不算是遗憾啦 就是 那也是是非 两个男孩子 就是最后一次 在观众面前 的合体了 对 就 我觉得这是 比较可惜的地方 但幸好啦 他们后来还是有直播 就是有回来 但是就会觉得 真正出现在观众面前 以CP的身份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 就是那一次 六月一号的 香港之旅了 这样子 不过也要感谢 这是唯一比较 今年他们又合体了 直接直播了 所以也是 线上直播 因为招模也是在四年以后 然后突然线上直播 然后是非也是 对啊 那我就觉得说 离我远一点 为什么没有来 离我远一点 他们有实体直播 你们不是一起在 电影院里面 他们有合体的吗 那是那个啦 对 非常可惜 但幸好他们 他们很可爱 就是他们其实 以前还是有互相鼓励啊 打气啊 对啊 他们其实 互动什么都还不错 而且H2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是他们有一个快闪电 哦对 高雄嘛 我记得 对 我印象很深刻 但我没有去 但我知道你有去 哦我有去 我有去玩 因为我本来就是高雄人啊 对 我本来就是高雄人 不过那天 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公布有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粉丝是骂翻天的 因为他的活动 当天正好是 请人节 嗯 可是他出席的名单 全部都拆CP 有 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CP都没到 你有记得 对 因为是非就少了江长辉 然后越界出席的人员是 卢彦哲 谢一红 施伯玉 许少宇 就都是少了另外一半的那一种状态 然后大家 而且那天就是 大家会觉得很触眉头啊 因为那天是情人节 你为什么会把CP全拆开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合体耶 真的真的是蛮扯的 没有一对是合体的 我想说哇 这也真的是很有趣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 感觉大家还是蛮幸福的 因为那一个 我觉得那个快闪电 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整个还原度啊 我在 对 教室啊 对啊 其实真的是一个粉丝福利啦 真的很棒 对 他就是把餐桌弄成教室嘛 然后 还有把那个排球场的 排球的那个更衣室 搬到现场 然后我就觉得 对于剧的粉丝来讲 其实是蛮好玩的 而且你可以在里面用餐 然后买一点小小的周边 那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而且他那个开幕的当天 甚至就是直接宣布说 哎他们要筹备 越界的电影版 对 虽然后面就 对跨界是当天宣布的 虽然 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啦 就是后来 真的遗憾 还是没有拍成 对 还是宣布就是没有拍成 这是 我觉得对于越界的粉丝来讲 应该是觉得蛮难过的吧 对不对 虽然我也很想看 我其实也很想看 不过有时候经典停留在经典 最后最美好的时候 也不是个坏事啦 然后虽然 好像还会有 好像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吧 不然好像也没有其他办法 不过他们到现在 越界的演员们 倒还有在联系 然后他们在疫情的时候 也有一直直播 我觉得这些也是 很不错的情理啦 就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 就是说他们的演员之间的 革命情感在下戏以后 还有办法再联系 这一点事情 也是一件很浪漫 很美好的事情 这好像对于VR的粉丝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对是蛮重要的 对啊 所以我们比如说 像我看到许杨跟博伟 在别的戏剧有合体 然后甚至一起跑宣传 我其实都还是会觉得 哦那很开心 就是而且重点是 因为他们可能在IG平台什么的 都还是有在互动 其实我觉得对于CP粉丝来讲 好像只要这样就够了 其实我们也不适合 当然不是希望说 你们本人真的一定要在一起 或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让我们有一种 西外延续感 然后偶尔吃个甜甜的糖 我觉得其实就好 那其实越界的感情都很好 所以其实 我相信越界的粉丝 有时候看到他们合体 还是超开心 而且他们后面还不是 什么Chocola BB啊什么的 他们其实都还是有在合体的 然后讲到Chocola BB 就不得不说 其实在辅剧里面 Chocola BB 占了很大的一个 它是一个金主爸爸的概念 对而且他们的高峰是H4吧 对 制入行销太夸张了 那要感谢前人的耕耘 H4直接就是金主 直接入 制入了 可是我觉得 当初我们参加了一个活动 我也觉得很不错 就是沙奈 Chocola BB吧 那个是沙奈 是Chocola BB的吗 对 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品牌 他们当初就是为了一个宣传活动 把所有H3H2越界的人聚在一起 对 然后我就觉得那一个真的物超所值 对 那个时候是杨茂玲跟世博宇也有合体吗 范绍勋奴彦泽也有合体 宣套的话是变庆华跟陈廷宣 对 然后那一天就是恩智 恩智 对 那就是徐君浩跟那个谢一鸿就落单这样 对对对 所以他在那一阵子有一个很奇怪 就是要拍照的时候是他们两个 对对 很奇怪 很奇怪 对对对 不过不断 要感谢金主爸爸 他也让VSCB合体了 对 所以希望那H5的时候麻烦一下 金主爸爸还是急去支持了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 呃 就目前看来 因为我们目前聊到H2嘛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说 其实从H1到H2 他们每一届他都有新的进步 那再到H3 那我觉得H3他整个格局又打得更开了 当然可能资金也到位 因为你前两季的成绩很好 我相信赞助商 比如说像Chocolate BB 他们就是是在H3开始跟进的嘛 所以其实比如说你前两季 把成绩都做出来之后 开始H3就很多资源都跑出来了 而且急速也加长了 对 急速加长了 长度就是每一集的长度也都变长了 因为大家必须要知道 对 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 H1它其实只有四集 然后一集都只有十集 二十分以内 所以H1真的就是非常的精简短小 那H2的话是有八集 每一个单元有八集 但是一集大概是二十分钟 1到H3突然变成是二十集 然后对 然后每一集是二十到三十分钟 不管是急速还是长度都变得非常长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音乐的部分 像H1跟H2的话 它的音乐它都是一些独立音乐者 还有或者是直接帮这个戏剧 做量身的打造 比如说是非就有爱的蛋包饭 跟是是非非非这首歌嘛 那越界当然就是有越界 对 越界就是越界这首歌 那H3的话就是跟线上的音乐人合作了 对不对 对 甚至有很有名的叮当 然后那时候是相信音乐的新人黄一如 就是加入了H3的行列 然后我觉得其实 这有点像是一夜结盟 我觉得就是已经把这个格局又拉得更开了 而且音乐人 专属的音乐或是比较大型的音乐公司 或是演唱比较有名的演唱人 它的能见度就更高了 而且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真的很好听啊 对我觉得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音乐占了戏剧 帮戏剧加了很多的分 对所以戏剧 音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然后对就是从H3开始歌剧 开始哇整个 而且H3应该是所有见面会开最多的吧 它有开到 对尤其是圈套 对圈套它很可怕 它不是已经开到了什么 韩国 泰国 泰国 东国 对然后台湾也开了三场吧 我记得 哦对台湾它也是开最多场的 是 两场台北一场台中 对所以那时候这格局真的 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好忙碌哦 就是如果你要参加这些东西 你应该最忙碌 因为你还有到国外 那我光在台湾 我也觉得已经很多了 很幸福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跟你讲 好 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说我 第一部看的BL剧算是上瘾吗 嗯 那上瘾有一个最经典的事件是 事件就是 最后两个男主角 因为政策因素 所以两个男主角不得再合体 就是中国大陆那一边 他们的限制BL同志的题材 对对对对 那我就有一个阴影 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我现在不看他们 我会不会以后就 看不到他们 对 我所谓的看不到不是说 我看不到他们的人 是他们两个会不会就不会 再以CP的身份再合体 那当然台湾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是都有机会再合体的 可是我会觉得说 那可是CP有时候就是一个 期间限定的东西 就是他们再怎么样宣传 我就是在这个时段 是以CP的身份在做合体 那后面可能就会是 演员自己单独个人的部分了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 不管是是非或是圈套 我都会尽可能的 可以出席所有的活动 其实是因为我很珍惜 期间限定CP的这件事情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 你看线上有多少CP合体 能再合体 真的是很少很少 很少啊 你看对啊 你看到比如说离我远一点 2017播完之后 他们下一次合体 是三年后的2020 嗯对啊 等了三年 而且在合体也不见得 是以CP的形态出现 所以你如果能 你如果喜欢这个CP 请你一定要珍惜 你那段时间 去参加所有的活动 如果 当然是在尽自己 能力范围之内啦 然后我觉得那些 都是我们的美好的回忆 对啊 对 但圈套真的是最疯 因为圈套我是 三场见面会我都去了 那就更不用说 他们办的什么 首应会 特应会 然后海外的 就是除了中国 因为中国对我来讲 就是CP少一个嘛 徐军套都没有去 所以中国我就没有去以外 韩国泰国我都去了 那就很好玩啦 对 很可爱 我到现在都还 一直停留在 我对于圈套第一眼 看到吴晨阳的时候 我真的是被他 惊为天人 因为他那一天 我第一天看到他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 黑道的身份 所以那时候的 剧情人设 还有他演技 也都是真的 蛮吸引人的 所以当我第一眼 看到他的时候 其实我惊为天人 因为他穿了一件 白色的衬衫 然后刘海 是我最喜欢的刘海 因为我觉得男生 有刘海就整个萌 翻了 然后因为他是黑道 他以前都把头发梳上去 他突然把他放下来之后 我觉得那个人 完全是闪闪发光 反正我只记得 我那一天对他来讲 对我来讲 他在发光就对了 所以到现在 这一个画面 还在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我觉得说 对 我知道 我懂你意思 就是颜值 吴辰阳真的是 很厉害 而且他里面的 那一个角色 又就是很不错 就是他的 黑道少主 虽然说他中间 有一些 剧情上面的铺陈 有一些纷争啦 但我们不得不说 他的黑道的 这个题材是 在当时 真的没有人做 然后而且 以前当初的泰剧啊 或什么 都是以校园剧为主 真的很少人会去走 呃黑道 就是警察 跟黑道这种题材 所以当初他 就是两个看起来 不应该相爱的人 相爱的故事 对对对 我觉得是圈套 很经典的地方 然后颜值 大家也都是很能接受 然后所以他们当初 造成的风潮 我能理解 而且在国外 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我觉得 圈套还有一个 很经典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吗 是哪里 好 我觉得圈套还有一个 对我 他们CP对我来讲 有一个非常重要 一件事情是 徐君浩跟吴承阳 是同一天生日的CP 哦对 他们是同一天生日 都是没有接受 对而且是同一天 我们觉得哇靠 所以 所以他们有一个活动 同月同日生 很难耶 没有没有 他们是没有同年 但是他们同月同日 我觉得哇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个设定也太 浪漫了吧 是 对 所以他们据主说 是没有可以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一个活动 是第一个活动 对外的活动 就是他们两个的 庆生会 不过当时 因为参与的粉丝很少啦 所以可能大家 就不知道有这件事 不过他们两个 当时是有一个 一起庆生的小小活动 我记得当初 去参加的人 可能不到 大概30个人 然后有画面 我有看过 所以在网络上 可以自己去 有我手机有画面 我手机有画面 是蛮珍贵的画面 因为毕竟那时候 人真的很少 对 对 参加就是很好 对 然后我还有印象非常 对他 我对圈套还有一个 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在于他们的 首映记者会 嗯 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在剧里面 一个是警察 警察 一个是黑道嘛 所以你想当然 他就是会有一个 警察要去追 黑道的那个 剧情铺出现嘛 那天下午的 那个记者会呢 他们两个CP是 靠着手 靠 手牵手出场的 那个时候 我好像有参加 因为我那时候 你有参加 我记得你有参加 对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其实 我是惊为天人 因为他那时候 我是直接尖叫 对 因为那时候 我直接尖叫 第四集 他把四集剪在一起 你真的觉得 像在看电影 因为他有一些 武打的动作 然后他们两之间 CP的火花 还有黑道跟警察之间的冲突 然后画质跟 就是都拍的蛮好的 而且你不能否认 他的画面是很漂亮的 对 非常漂亮 其实青荣导演 这一点真的 蛮不错的 非常符合圈套的氛围 是 然后 而且我觉得 手靠着 彼此的手出场 这个我靠 我简直就是 哇 我无力招架 所以那时候 有一阵子 大家都很疯狂 很疯啊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 香港公费旅游 那个约会 那个应该好像也是 目前唯一 对CP有这么做的 对不对 公费旅游 其实那一天的 恩智CP 他们有到冲绳吧 我记得也有 所以他们是 好像也是 Chocolate BB 跟卢彦泽 所以 可是那个 香港的 那个是玩鱼的 所以那个 其实 状态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 甜蜜感 他不是业配啦 他就只能是参加节目 让他们去参加 所以那一阵子是 玩鱼也 虽然是推这对CP 上最高峰的一个推手 因为当时他们不是 真的而且 参加了一个什么 就是 想吃你 是不是 对啊 就是玩游戏嘛 然后 输的那一队要 撩对方 可是其实 徐均浩跟陈阳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是赢的那一队 可是主办单位就是关于 就是小益 他们就说 那还是你们要不要试试 你们也 就是即便 虽然你们是赢家 可是你们也 还是撩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们两个撩对方的说辞 就是 吴承阳抱住徐均浩说 今晚想吃什么 听说啦 听说 听说 当时在ray的时候 徐均浩只有说 吃你 但 实际播出来的时候 徐均浩说 吃你的时候 他就亲了吴承阳 对 那是在封这个 然后连陈阳都吓一跳 因为 Ray的时候 好像是没有轻轻的 这一件事情 反正那个就是 最高峰的啦 对 那是直接封掉 所以 其实 CP之间的后续 就是下了戏以后的 营业 你要说他们营业 还是真感情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我觉得 其实也是推动 大家喜欢 这个CP 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 很疯狂 圈套真的是 推上一个新高峰 不过他还有一个 圈套还有一个优点 是因为他每一集 都有应后直播 而且是全员到期 这点真的是蛮感人的 因为是以前前面 H1 H2 都没有做到的 所以他们也就是 革命情感也是蛮多的 所以 虽然说 而且也 真的有一点 因为剧情的关系 造成一些纷争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这样操作 这些宣传 而且他们是很真诚的 去跟大家分享 应后这件事情 也是他们第一个 先开始的吧 就是让观众 更了解这一部戏 对 我觉得这也很棒 然后再加上 因为他们已经 到了H3 他们的整个宣传 制作什么的 都已经到达了 一个水准 所以他们上的节目 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记得 那时候身为 圈套的CP粉 真的是 过了一段 非常非常幸福的时间 而且重点是因为 他们见面会也 也算是里面最多的 我只记得 我那时候 一直在参加 见面会 其实我那时候 就觉得说 哇塞 我每个月都有 一个见面会 可以参加 也太幸福了吧 因为那个时候的重心 几乎都已经 在参加见面会 这件事 对 真的很有趣 而且那时候 我记得 他们的第一场 是History Party 对 然后这一场 就是都有学长出席 圈套的这一场 是张行跟彦哲 还有杨梦林出席嘛 那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就是 就好像是H宇宙的 那种串联 我觉得也很棒 他好像这就是 每一次现在 见面会 在连接的时候 都会有学长参加嘛 所以就是 这种也是一种 像是传承 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 很不错的 希望他这个传承 继续下去 就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圈套的话 为什么会到 对我来讲 是到达了一个高峰期 当然就像你讲的 他就是 他真的就是 什么都具备了 对 而且他还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是一个最完整 没有被疫情影响 没有被疫情耽误的剧组 你看后面的那一天 后面的那一天 就开始爆发疫情 然后还有H4的近距离爱上 你应该是最可怜 他连见面会都没有办法 都一场都没有办法举办 其实我好难过耶 好想要看看 H4的人可以上台啊 就是大家那个CP玩 因为就我们两个有 我们两个也算 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 可能就铁粉吧 H系列铁粉吧 所以我们两个是 近距离爱上你的 前面的活动 我们都有参加到 然后都觉得 他们四个现场的互动 是真的非常的可爱 也非常的自然 又sweet 虽然就是 对 一开始可能有点卡卡 可是其实 你还是会觉得很可爱 尤其他们玩游戏的时候 真的是放得很开 你有印象吗 就他们在玩那个 猜拳那个 我觉得很可爱啊 可是我第一次 H4的印象是 我们参加首映的时候 我们只有恨铁不成钢 兄弟CP 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僵硬 很僵硬 但是你 比对了成人CP的话 因为成人CP可能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黏啊 所以你就会一倍比较 你就会觉得兄弟CP 非常的就是弱 然后那时候还在想说 完蛋了完蛋了 这一对兄弟CP应该就是直男CP营业 殊不知后面 殊不知后来打你脸对不对 对一直打脸 因为我觉得那种 刚开始的僵硬感 到他后面的一直都 两个人CP感越来越浓厚的时候 其实那个吸引力啊 比之前我觉得刚开始 就已经先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更强烈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所以对H4来讲 我对兄弟CP的后续啊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当然成人CP也是很吸引人 但他们一直维持高水平状态 没有那种高高低低 可是兄弟CP是从谷底 就是有点类似像股市有没有 一直往上标 然后你那种那种兴奋感 你就看着他们 从不会的直男营业 一直到现在的CP营业 到那种年龄感啊 你就会觉得 哦好幸福哦 有粉红泡泡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呃H4的近距离爱上你 他的吸引力在这里 还有他们的直播 都是非常有趣 我可以看三个小时 他们一直讲干话 或者是他们自己在聊 他们的生活这件事情 都是很吸引人的 虽然他们没有宣传这件事 没有宣传 在电视节目上做宣传 可是他们的直播 就已经是很圈粉 很吸粉的 他们在最后一集的直播也 的人数也可以高到 大概9000人 所以其实是 超多人 对就在H系列来讲 他们也是一个 很成功的典范 虽然中间有一些 呃题材上面有被人家说 呃因为 强暴啊 有可能有强暴的戏嘛 或是说兄弟这种 进段的戏嘛 对于某些比较保守的人来讲 他觉得有疑虑 但是我觉得 他不影响我 因为他毕竟就是 后面他就是甜甜蜜蜜 两人那样 情相约在一起 所以我还蛮能接受的 所以 H4 我是很蛮喜欢的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可惜 我没有办法参加他们的 见面会 希望说 疫情过后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想要见 补伴一下 对还是 或是说有H5的时候 H4的学长也可以来参加 对不对 所以 对 我们希望还有H5 哈哈 对啊 因为 毕竟 每一年拍一部这件 这个传统 我希望H History系列不要断掉 因为断掉 对啊 我也希望 对啊 然后 那 你 我们还没聊那一天的经典事件 对 那一天应该算是 那一天 对对对 那一天来聊一下吧 那天应该算是 所有History CP营业的天花板吧 虽然 恩赐 恩赐是天花板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非常的有诚意 到现在都会有活动 CP活动 我觉得所有的CP 如果都可以走这一种路线 我们觉得 我们人生应该非常的美好吧 对 因为他们是 连一些业配啊 或者是 后面甚至有一起的舞台剧 对 然后什么密室逃脱 对 对一些小小的活动 他们两个都是以CP的身份在 在进行的 而且的宋伟 这是其他的 对其他对的好像比较没有 那因为H4时间还不够久啦 所以H4我们还可以再慢慢观察 但是目前 时间已经够久到 到现在 营业都还是一直在维持 应该是只有恩赐有吧 对 因为宋伟 甚至连俗女养成记 他都可以去谈到 就是黄俊志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宣传的时候 那我都觉得说 他真的就是把他的CP 一直挂在嘴巴边 即使他有新的作品的时候 所以 对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CP之间相辅相成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革命情感 然后再就是他们 呃也比分享彼此的生活 所以你在听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他们不是像想象中的只是营业而已 他们就真的就是朋友 可能就是CP 然后 嗯 呃也互相扶持 这这种这种情感其实是蛮好的 我们就想要看这个 我觉得也许我们不是要求 所谓的真人CP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想要看他们感情都是很好的 对我真的觉得这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恩智就是我对就像你讲的在营业来讲我真的觉得是台湾的甜花瓣了 对啊 他们真的很不错 对都互相扶持 不过因为圈套毕竟中间就是有点 嗯嗯 好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 嗯 对因为他们就是 呃虽然CP感很重 但是他们在私底下的互动真的是少之又少 屈指 对我们先不 我们就先不讲近期的互动啦 近期的互动我觉得 就 这是近期的事情 但是中间就是有一个断层 所以诶会觉得有一点可惜 对 那不管怎么样 对但是我觉得圈套还是 还是有创下一些经典啦 比如说诶 他们就甚至还以CP的方式去参加黄毕如的演唱会担任嘉宾 然后还唱了两首歌 嗯 那我觉得诶对于圈套来圈套迷的来我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回忆 不过你应该也现在也是有很好的回忆 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招摩CP合体之外 然后那个呃无 那个还有另外哪一对 诶 还有就是招摩的CP合体 然后呃 是非的CP也合体了 然后最近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会发现在他们两个各自的爱情 留言互动很多 而且那个留言之暧昧 就是很可爱 对 留言互动很多啦 而且这些事情他们以前在CP营业的时候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 对就是 不是营业 是真感情的在情感交流 也是蛮令人觉得浪漫的 我觉得有时候疫情会改变很多事啦 就是呃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它突然都变得有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诶好就还是很希望这些CP的那个好感情可以一直keep下去 不要说诶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别的事做 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这也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只要是 对 是一个很好互动 然后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H48 H48 呃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好像只 对 我心中就是有一点遗憾 因为其实我也蛮期待他们的见面会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 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的宣传期完完全全在疫情爆发的那个当下 所以他们应该算是对外公开的活动最少 但直播却是最多的一个 但我觉得幸好是 他们经过每一周都在直播吧 对对对 但我觉得幸好事情是是他们感情是真的很好 所以你看他们的直播也不会觉得无聊 甚至会觉得啊好多糖可以克 对 然后也觉得哦感情好好很可爱 可以知道演员私底下的一些互动啊 什么小默契啊 我觉得虽然HC有一点遗憾 可是我觉得好像也就因为他们本人的感情好 也就不那么遗憾了 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H4很棒的事情 他们不会是像普通的宣传 就是如果你在其他的应后直播的宣传 很多人都是会讲戏剧啊或什么 他们当然也会讲 可是他们两个 他们之间四个人聊天的事情是私底下会讲的事情 而且是从对方的口中 或是其他CP的口中知道 就知道他们私底下是真的有在联络的这件事情 例如说他可能说 哦知道善存都有在画画啊 哪里有在做歌啊 然后或是有谁打雨仇啊 这种生活的分享 这种就不是同事之间 只讲公事的人才会 就是才会会做的事情 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有在 分享他们的私生活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帮对方订外送的餐 这个我觉得很可爱耶 对而且兄弟CP进来 他订了以后 他就说我本来想要帮你订香港的 有一家你很喜欢吃的饮茶 那我想说你的私底下一定有聊这个 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你哥哥之前 都会去订一个什么饮茶店 所以他又避开了这个饮茶店 他就去点了另外一个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 那种甜蜜感是从小细节里面 你知道他们生活中是有交集的 就觉得这种就是很甜蜜 然后感情很好才有办法做得到的 所以我必须说就是默契最好的 我会搬给H4 他们是四个人 不是只有单独两个人 对所以我就说H4啊 所以我就说H4 我没有说是成人还是兄弟哦 我是就给H4 对我就直接给H4 而且是四个人的平衡非常好 对他们四个是感情是很 四个都很 维持在一个很很很对的频率上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所以因为比如说像越界的话 可能就是是两两两两两这样子 而且甚至 范少薰比较属于社交平台 他比较少涉猎的人 所以他可能没有像其他人这么的 就是常常会出现 或是他很忙 所以有时候直播不一定有他 可是H4是 或是聚餐总是会少几个人这样子 对但那没办法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然后H4是只要有一个人直播 另外三个人都会到 对所以我觉得 但但也是因为疫情 对疫情 对对对对这疫情 对对对对对这疫情 可是也因为这疫情 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可爱的地方 所以他们也算是 你经由他们的谈话 其实你会知道说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有 有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默契的话 我会投给他们 对啊所以其实 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参加很多宣传活动 或是见面会 可是直播让他们因祸得福 因为他们也圈了不少的粉丝 所以到现在 到现在我都真的觉得 嗯他们只要四个聚在一起 我就觉得心情很美好 对 有了他我想到 他们有一个活动啊 那个韩国衣服品牌哪一个 对对对 但是近期比较有对外的了 因为那个品牌应该是所有的BL的 那他就是把所有 他有跟他们合作的BL男明星都请过去 像是圈套有请嘛 就是变清华跟挺轩 对立刻CP 然后吴辰阳一个人有去 WBL啊 WBL的杨宇腾也有去 对对就是 但是呃全员到齐的话是H4 对就是他们 但因为可能那时候 正好是遇到他们的宣传期 所以他们就是四个是凑在一起一起去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哎其实有啦 H4这样想起来H4还是有对外的 而且H4有一个我觉得 这是我一直觉得剧组们应该做的 但是因为可能不是每个演员都有空 可以或是有经纪公司允许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在拍戏的前期 是住在一起的 我觉得住在一起培养感情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也许因为这样就很像 呃我们参加毕业典礼啊 毕业旅行啊 你会增加很多的情感上面 或是出去游玩这件事情 就是可以让你们彼此感情更加接近 所以就让我想到柯你 柯在你心底的名字 对当初他们也是住在一起 有有我觉得是对情感是有加分的效果 因为毕竟这些演员们都是 呃有可能很多是新演员 你说他们演技要演到真的很好 对一个陌生人真的很好 也许就功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导演如果能用这种方式 让演员用自己真感情去演戏 其实反而是加分的 所以在H4的里面 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情感 绝对除了演技以外 还有多了很多真心啊 观众是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是看得出来 比如说有一些宣传期的一些互动啊 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演的 或者是真的有这样的默契 其实观众的眼睛都挺雪亮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个人啊 我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相信观众都分得出来 你们大家都如果看过很多的CP 就会知道所谓的亲疏之间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有看过感情 对我们有看过感情 真的很好的 我们也有看过 就是一般的 你看就知道没有 对 就是他私下是不是 是真的是好朋友 我觉得这真的是看得出来的 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 眼睛是不利的好吗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CP们 也不要排斥说 我会不会被贴标签 或者是我是永远只能跟你绑在一起 我觉得其实不要有这个迷思 因为你要想比如说像黄俊志跟宋维恩 他们也因为CP的身份 接到了很多的代言 像隐形眼镜啦 然后什么 甚至也可以一起演舞台剧 对秘诗逃脱啊 对等等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去担心说 CP之间是不是太多互动 会让大家误会我们是真的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不用想这么多 因为观众终究还是会回归到生活 还是是知道说 哦 戏是戏 你们是你们 而且是委员最近的俗女养成 并不会影响到恩智CP粉对她的感觉啊 因为他们就觉得她就是 完全不会啊 不会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还业元源 本来就是要尝试各种角色啊 而且他跟黄俊志私底下的感情 还是很好啊 并不会因为说他去演了一部戏 然后配了一个CP式 佳奎老师 你就会觉得说 他猜CP了 那个感觉是 而且不得不说 就是我 我看淑于杨成静 我看到他跟佳奎老师的对手戏 我还是会觉得 哇 好好看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虽然是恩智CP粉 我虽然是恩智CP粉 但是我觉得他在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我就很喜欢他们两个CP里面的那种 就是他跟佳奎老师两个人的那种情感 你就知道他不是 宋伟恩 他就是真的是陈家明 所以他并不会影响到我对CP的感觉 他是 他是正规的戏剧 就是台剧 但他不是BLG 他是正规戏剧 没错 对 所以他不是BLG 但是我区分的出来 他不会让我觉得是拆CP 他但是 完全不会啊 如果宋伟恩 他来演一个BLG 再配一个新的 我可能就会觉得了 你懂那个感觉吗 就是 其实CP不可拆这件事 好像是不是我觉得至少要 两年或三年的时间 应该要哦 比如说像My Hero的赖东贤 他最近就拆CP了嘛 对 可是其实我也没有 任何的不适感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My Hero 他其实有点插边球 因为他其实是灵魂 BG 他应该是BG 对我来讲其实是BG 对因为他其实是灵魂挫制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My Hero 有点像是插边球 可是 但也不能否认就是赖东贤的第一个CP 是蒋云林 可是 他最近跟王朔翰搭档 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CP不是不可以拆 但是他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 比如说可能两年三年 这种之类的 对不对 因为CP粉 我觉得大家的热度 大概就是两年吧 两年啊 我觉得两年差不多 对因为 那他们如果再去拍了其他戏 或是甚至有了其他的BL戏 吸引了其他粉丝的目光以后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会退的啦 那但是他的那个CP 藏在你心目中的一个地位 还是会存在 但我相信 再去拍另外别的戏 就不会有那种 就是排斥的感觉 但是当然不能当下 你今天拍完这部戏 然后下一部戏 又是另外一个 我相信大家 这就不行啊 这我不能接受 我也不行 就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爱情洁癖 就像交男朋友 你无缝接轨 你明明就已经跟男朋友分手 可是男朋友马上去 交了一个新的女友的时候 你心里也不是滋味吧 就是那种感情 可是这好像 这好像也是 辅女们比较特殊的情怀 对不对 其实我们刚才一般的传统戏剧 其实我们并不会要求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吴康仁这部跟 谁谁谁配 那下一部跟谁谁谁配 我们也不会觉得 你为什么 不是才刚刚跟这个配完吗 你为什么又马上跟别人配对 我们好像就是 BG我们好像就不会有 这样的想法 可是好像 女们就会有一点 感情上的洁癖 可是你不得不说 其他的戏剧看完就没有了 然后你必有一句就是 你即使看完了 那个鱼韵感 那个延续感 是可以很久的 他那个 那个情感是可以 延续到一年 甚至一年两年都有可能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啦 对其实是蛮独特的 BLG的男明星 其实已经有一点 走偶像路线了啦 就是他们走的路线 已经是偶像派路线 所以对 可能也有一些 我们就是有点追星的 那种感觉放进去 对 那如果以台剧的 普通的BG 或是其他的戏 他就是戏看完了 然后就没了 因为他不是走偶像路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很值得探讨的 的一种文化啦 对 对 不过不得不说 就是说我觉得 H系列 他为什么会是在台湾 他变成是一个 BL品牌的一个 很重要的代名词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他真的是 很懂妇女的心吧 就是他不管是选角 还是剧本 甚至是我觉得 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 像他就会找 过去几届的学长们 回来客串 新的剧集 对 比如说像H4 就有卢省CP 夏恩夏的 或是史诚浩 他们回来再演 但都是客串 可是你就会觉得 跟上一部 有一点连结 那上一部的故事 是不是又有一点 延续的感觉下去 然后像那一天 他们也有把 H1的许阳 找回来演 然后甚至是 演出卢省CP的 那个 就是 卢志刚的外申 他叫卢志刚舅舅 对 他要叫他舅舅舅 对 他要叫他舅舅 然后就觉得 他就是变成是 有点延续感 然后也让 这一个系列的 所有角色 好像都有 有所关联性 有啊 江照宏 就觉得这个 对就这个关联 就是这个世界 可以无限扩展下去 对不对 因为在乐界的 江静阳 他就是 所谓的 找母的 江静腾的表弟啊 然后 对 他也在乐界中 有稍微提一下这样子 其实真的就是 H宇宙整个串联 那我还记得 江照鹏在 圈套里面 对 他有 对 他有出现啊 他就是小熟工的身份 对 所以其实 他就是一个 H宇宙串联 很可爱 这个是一个 所有系列里面 应该很少 很少有戏剧 是这样出现的 所以 你就是 真的很像在找彩蛋 然后每次看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他的团队做出来的戏剧 他可能就会是 单独单独独立的一个故事 然后 角色跟角色之间 他并没有 有所串联 或是有所连接 那所以 当那部戏结束之后 好像就是 就是正式化下ending了 可是H系列 他会让你觉得 比如说像我喜欢 李国元一点CP 那 我可能会在H3 就又突然多了一点延续感 虽然他并不是 以CP的身份回来演 因为他们博位并没有回来演 可是他还是会 让你有一种延续感 那像我当时 我记得那一天 我看到 陈青出现登场的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说 跟志刚哥说 你可以回家了 那我记得 我当时看完的想法是 那你跟风和回家了吗 因为 李文元一点 他其实也是断在一个 很微妙的关系上面 他们两个 就是破冰了吗 这样子 但是他们就没有 他就是停在一个 一个点这样子 让你不知道说 他们两个到底后面怎么了 那他们的身份 是兄弟的身份 又是大明星跟 平民的身份 这样的故事 其实是很有冲突的 所以当他跟志刚哥说 那你可以回家了 大家家人是接受 你同志的身份的时候 我也会想说 那你有没有带风和回家 这我就会觉得 其实H系列 他就会 做让你 做了一个 很好的串联 会去想想 你前面喜欢的 那一对CP 他们现在怎么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串联 我很喜欢 对 还有一个就是那一天的香菇CP 虽然结局不是很好 可他竟然出现了在日本的 live线上的我们 剧中 出现 而且你就 他虽然在剧中没有表明 他们两个是 只是香菇CP 就是恩智吗 对 就是香菇香菇 香菇CP 因为大家 你也可以把他当恩智 你也可以把他当香菇CP 可是他们两个在平行时空的 另外一部日剧 live线上的我们 竟然可以一起去看极光 这件事情 其实有多多成长 弥补了那一天的 banding的 的感受啦 虽然说还是有很多人 不能接受 但是他至少 买盐这个真的是 也算是一个化石 化石代的 这件事情 你现在google 你去打买盐 就会出现 就是会出现 那个 那一天的结局 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创新啦 你虽然说是一个 很多人可能会 干咬咬咬死吧 对 他应该是所有BL剧 目前唯一一部 bad ending的 对不对 对 因为其他的BL 都是happy ending啊 我们是说BL 我们不是在说同志剧哦 对 不要跟我说 不要跟我说什么 17岁的天空那个 那不算了 那不算 那不算 对 我们说BL剧 对 但我要替H系列 先说一句话 我懂他要创新的东西 但是也许就是编剧 他没有办法铺陈太多 所以走向了bad ending这件事 然后大家不是不能接受 bad ending 是不能接受 没有铺陈的bad ending 就是强制bad ending 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种 我看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我被强制 对 bad ending 就是如果你是平铺直树的 把他铺出来 我其实都觉得无所谓 我其实是OK的 我其实是非常接受bad ending的 因为我觉得爱情里面 或者是人生里面 本来就可能会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其实是非常接受bad ending的 可是他突然强制给他 判死刑这件事情 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对对 那但是我不能不说 就是他在每一个系列里面 H1 H2 H3 H4 他每个系列都有一些禁忌 或是说有可能被别人 不能接受的话题 但是 对 我还是要给他个鼓掌 因为他要做别人 做不到的创新 其实你去注意看 当初他还没做这些创新之前 很多都 泰剧的Bill 都是走校园风 或是其他的 比较走安全牌风 都是走校园风 都校园啊 校园最安全 对 可是其实那一阵子 也是看得蛮腻的 所以圈套 制作成本又低 对 校园剧制作成本最低啊 圈套当初走了黑道路线 然后那一天走了 Banding History 4走了 所谓的禁忌 有可能有涉及到强暴啊 或是兄弟情的问题 我觉得他都是在踩一些禁忌话题 但也造成 有一些讨论度啦 所以他也每一集都 每一系列都有在推陈出新 这件事情是 H系列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能不否 就是虽然可能他没有办法很完美的做完一部戏的让他很完美 但是我觉得题材创新这一点我还是要给他鼓鼓掌 真的 嗯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是是把 呃 腹女 因为我们腹女的初始一定都是先透过日本的动漫 BL动漫 延伸出来的嘛 因为 我觉得 我相信每个腹女的历程应该都是 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强制爱这种 但我不是说 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是被允许的 那当然不是啊 现实生活中绝对是不能允许这件事 那BL为什么会跟同志剧必须划分开来 是因为我觉得BL本来他就是强调一个各种可能 跟各种你觉得不合理的东西的合理性 我觉得BL其实是这样 那其实强制爱或是兄弟爱 其实在日本动漫BL动漫里面是非常常见的题材 那我觉得说就像你讲的 H系列他们做的大胆跟创新 其实是他把漫画或是小说把它实体去影像化 所以当然会引起很多争议 可是说穿了 其实我们回归到一个原点是 我们当时在看这些日本动漫的时候 我们有觉得这样不OK吗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想一想的 如果你觉得 如果日本动漫 你觉得这样的题材就不OK 那其实 你就选择不要看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否认BL的原型其实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动漫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方面 我是在我接受范围内的 但我们今天并没有讨论到任何的道德评价 我们只是觉得说 他至少是做了一个很创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 让观众可以有所选择 台湾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你可以选择你想看的 你也可以选择你不想看的 我觉得那都OK 不想看的话就是你可以不要 就是少批判了 但是给建议一些可能 对也可以不要看吧 但是不需要批判到把一部片 就是批判到 他没有优点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想一想 对啊 我觉得就是要有讨论 然后我觉得有进步 然后我觉得后面的戏剧会越来越好看 像那时候H1大家也都会觉得 啊这么短 然后故事又不够完整 可是四集每一集才十分钟 你要他演什么 我觉得他们已经在这么精短的时间内 就是做出一个作品出来 那我觉得其实你每一次看到他们有所进步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讨论是好的 就是你让他们一次都可以有 更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我觉得至少H系列他有做到 跟别的团队做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他还是有做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像诶 界面会他知道说 哦我们过往前两届都没有 界面会是粉丝心目中的遗憾 所以他到了圈套 他就把界面会的次数办得比较平凡一点 然后活动也办得多一点 然后甚至也开始做了一些异页结合 比如说我们听一首看一个MV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故事 然后到了H4 甚至是他们直接拍了一个新的MV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 对很好的前进的方向 对啊 我觉得越来越进步了 我在H1的时候 我多希望我的澄清跟风和可以 再多一点什么 但这些东西其实你看在H3或是H4 对啊H3或H4的CP粉就过得很幸福啊 对不对 我们前面的那个粉丝心痛死了 而且你要想想看啊 我们追的是我们台湾的艺人 我们真的是CP值很高 我们不用出国 我们可以花很少的钱 然后不用透过翻译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你每一场直播都能跟上 我觉得这是超幸福的事情的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追大叔的爱吗 然后可是其实大叔的爱 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语言隔阂 语言隔阂我还好啦 我还好 但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 我相信广东话也不是 其实我也觉得蛮遗憾的 对 但我觉得 就真的是台湾BLH系列 我觉得 服女粉丝非常幸福的地方 对 对就是如果你是追台湾服剧的人来讲 你非常的幸福 因为语言没有障碍 然后 还有我要讲一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有去近距离爱上 上你赤心的广电戏 他不是有开一个讲座吗 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个讲座 因为我觉得里面请来了监制跟导演 他讲了一些统筹 就是他们拍戏的统筹 甚至Casting发生的事情 很有趣的 真的 而且我在那个讲座里面 他有讨论到 他们好像已经要开始H5了吗 好像有要开始Casting了 所以我们可以就暂时的期待一下 真的会有H5这件事情 也是蛮期待的 而且我希望这个品牌不要短 因为我觉得 你只要想到台湾BL剧 你第一个 我啦 我个人第一个想到 我一定都会先想到 Oh History啊 如果有人要问我说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 台湾BL剧是很好看的 我一定都会先想到History系列 我就觉得 这个系列你不管是什么口味的粉丝 他都一定有一部可以满足到你 对吧 而且他应该算是所有台剧里面 各国粉丝都有的剧种吧 对 就是真的你每一次看他们直播 下面各个我语言都有 你就会觉得 对啊 好骄傲哦 对 所以而且你会觉得 哇我们自己台湾的明星 可以受到其他国家的粉丝喜欢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蛮开心的 比如说像我们 我前阵子在谜港版大叔的爱 然后他们也是 知道我们是台湾粉丝的话 他们也都会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 啊我们的偶像终于 走出自己的市场了 对那我真的非常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我自己在看 我们自己的这些BL的男明星 我们都会希望他未来是 有很好发展 就是是真的是 走出自己的圈子里面 我觉得这也很棒 对啊 所以希望H5 拜托一定要拍 一定要拜托 拜托 然后就是 当然传统都继续要延续了 然后就是 也希望H5的casting 可以选到CP感更厉害的 对我觉得H系列 我还要讲一个 H系列对我来讲 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在于选角 嗯 嗯 这是真的是跟其他team相比 他们真的是最懂 辅女的口味是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 呃有些BLG 他还是会选到 同志菜的演员 那H系列 他真的几乎都是辅女菜 那我觉得 之后好像也许有机会 可以开一集来聊一下 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不要讲 因为讲了可能又没完没了 那我觉得说其实 我觉得H系列 他真的你只继续想一想 其实为什么他会受欢迎 其实是因为他真的具备很多 他们成功的要件 那当然真的都是要归功于 第一季开始 他们的呃 原先老班底的制作团队 他们就是非常了解 要打入这个市场 他们必须做哪些功课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先 垫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当然虽然现在 整个团队都都已经换人了 但是因为他们前面 都已经打下了这个基础 所以导致后面的人 再接续下去 其实也还是可以做出 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一个品牌会成功 我觉得都是起来有志 不会是哦 我们因为我们当时没得选择 所以我们只是喜欢这一步 我觉得并不是是 是他们真的有很有诚意的 要打入这个市场 对啊 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有想过说 诶H系列是不是应该 也可以来一个 全府新运动会之类的 我觉得 他们如果办一个运动会 我觉得真的嗨翻天 真的 如果是我一定疯掉 因为他真的有点像 日本杰尼斯的男偶像 碰碰在一起 对 运动会 你不觉得 而且你看到他们每个人 但我们扣掉 呃眼兽的角色来讲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 跟其他的 你就是帅的帅啊 可爱的可爱啊 有身高有身高 有身材有身材耶 对啊 这么多新人 你看维恩跟许阳都188 超高的 然后H4也都是180以上的啊 他们都180以上 所以其实 那个立案是186 对不对 你不要看 涂善纯站在他旁边 她也有183好吗 那我想要领阳CP耶 领阳CP也是 其实 其实 李扬也有177好吗 明明不矮 然后 因为麒麟太高 他们的身高差就跟那个 离我远一点一样啊 一个是177 然后对上一个188的 所以 柏伟在许阳旁边显得很小支 可是明明宋柏伟根本也不矮 不知道H4系列 可不可以来一个领阳宇宙CP的BL版 就是来看一下 我觉得那感觉也很不错 对 或是打个排球 打个篮球什么的都可以啊 篮球有肌肉的碰撞 对 哎呀我们不要再扶你幻想了 OK啦 越讲越开心 对所以还是很蛮希望 台湾的观众可以多多关注自己 台湾出品的服务啦 我自己是蛮希望台湾的服务 可以越做越好 对虽然在疫情当下 我希望H5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我希望我明年可以看到H5 不然真的台湾最近有点沉寂 有点落寞 没办法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就我自己听到的消息是 很多团队都越越欲试要拍戏 拍BLG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期待 对 就像我们这样子 我们的podcast才可以一直持续的 就是有剧评分析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 今天这一次算是我们第一次做剧评以外的podcast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一下意见给我们 因为我们蛮想知道说 大家对于听剧以外的评论的讨论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大家觉得 这是你们想要听的吗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要其他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就是再多做一点不一样的题材 对吧 对啊 好 谢谢大家收听 然后我们希望H15 对啊 一直宇宙无限下去 那下次见咯 可能十年后 对十年后就已经H15了 对 OK的 感觉很兴奋 没关系我们可以追到老 对一起追到老吧 好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收听 谢谢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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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